欢迎大家收看如何帮你考好一点 Antoni 今年高考和会考成绩已经发放了 不知道同学会否满意自己的成绩呢 现在的教育制度要求学生具备理解和运用的能力 只是背重是不够的 最重要是懂得如何将资料融会贯通 于是现在很多补习社都着重筹略教学 教学生如何在考试范围里找出重点 所以很多成绩优异学生都会回补习班 希望可以事半功倍 当间有很多提供补习服务的单礼 由私人补习到教育团体开办的都有 五花八门同学选起来要很小心才行 对啊 由机构的背景、诗资、教学方针 以至到校舍的数目都会学生在报读之前应该注意的地方 尋补都要找适合地图 要考好一点就找一家可靠的补习社 那就自不言百发百中啦 掌尔 怎样可以在公开考试取得好成绩呢 当然大家读学一定要越爱你会考的科目 你自然有心机去读的 另外当然就要能够留意掌握会考课程的重心 那怎样才可以掌握到课程的重点呢 读学当然上读要留心老师的教导 那我相信日校老师的丰富经验能够帮到同学 但如果读学要得到更好的成绩呢 当然要留意因为近年会考多了很多生活例子的题目 那你有没有生活的例子可以和大家分享下 例如呢 他的例子 为何想生一个男性的小孩 要多吃一点肉呢 第二 为何一个生完小孩的妈妈 要吃猪脚姜呢 和我回去试试想想这条问题呢 之前Can Sir说到现在的补习社多了很多名师任教 尤其是大型的补习社 那导师的质素就更加有保证了 是的 一些有规模的补习社 通常都会请来一些有经验的教育工作者 甚至是一些专业人士来任教 务求令到学生可以接受到专业的教学 我现在身边就有两位补习界的升级导师 Stella和Bruce Stella 你现在在补习社做英文科的导师 那你之前是从事哪个行业的 我本身是律师 律师是高等教育的象征 有什么令你放弃做律师 而投身教育行列呢 我自己也是考试的高手 会考英文科和高考英文科 都是一踢过得到A 后来我就是在一间 国际性的事务律师行做律师 发觉身边的人的英文程度比较差 而且如果是在律师行做的话 得益的只是一些给得起钱 用利用服务的客户 如果我投身补习行列的话 得益的是一些英文程度 不同阶层的学生 不同阶层的学生 我自己读书的时候 也是补习社的得益者 我觉得现在是时候回归给社会 Bruce,我知道你之前 在黄仁书院任教 也得过芝加哥大学的 杰出老师奖 有什么令你放弃原职 而做补习导师呢 其实原因是我想有两个 第一个是因为在黄仁宣教书的时候 其实每年我能教到同学 最多都可能是200名左右 我觉得可能受惠的同学较少 所以我发觉到 跳出来做补习 可能每年可以上课的同学 可能有千多二千或以上 我觉得可以帮人的话 其实为什么不帮更多呢 既然现在的补习社 你上年高考的成绩是怎样的 我上年考得很差 我读习,而且是AL4E 明明要读的读书也读完 但还是考得不好 还令我进不到新疑的大学 你补习之后 今年的成绩又如何 今年很开心 读习由E变到B 你看看 其实呢 我觉得学校老师 其实都给了很多读书 但我觉得我自己 可以学得更多 所以我就来了找 补习老师 补习 其实我觉得他们给了 很多 超级的读习 还有很多 可以给我看 还有很多答题技巧 所以我觉得成绩就自然会好些 有些家长会问 既然接受了日常的学校教育 那为何还要子女回补习班呢 原因很简单 假设学校教育是日常的正餐 那补习就会是维他命 维他命有助正餐的吸收 更加可以补足额外的营养 是的 补习社为学生提供了很大的好处 已经成为了很多学生 日常学习的一部分 每年一度考试的季节 就有很多学生来问我 究竟怎样才可以考好些呢 而我给他们的中架就是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知己当然就是了解自己的能力 而知彼就是对考试的准则 和要求有精确的掌握 只要把两者看得清楚 那好自然地去将问题和答案 对号入座 正因为是这个原因 補习社已经跳出传统的框框 不再是成绩欠佳同学的木人行 更加是优异学生更上一层楼的捷径 如果说学校是吸取知识的地方 那補习社就可以将这些知识 配上适当的策略 让你可以全方位装备自己 迎接考试 虽然有学校和補习社的帮助 但是同学自己的努力也不可以少 一分加云一分收获 这样才可以在学习的旅程上 无往而不利 嗯 拥有知识 掌握策略 踏上正确的第一步 自然可以考好些 好了 今集时间差不多了 希望来近年 你们会成为优秀的一群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